來 生生催促 一頭頭大象在滾滾泥水中移動 就算大象體型龐大 水最深處 還是淹到成年大象腹部的一半 小象焦慮的不斷哀鳴 暴雨連續多日襲擊泰國北部 引發嚴重水災和土石流 觀光盛地勤迈附近 一座大象救援庇護所 10月3號受到爆發的山洪侵襲 水位快速上升 一度達到5米深 園區緊急展開 規模龐大的救援行動 忍不住哽咽戰斗 這裡所收容的一百二十多頭大象 和另外大約五千隻貓狗馬豬等動物 大多是從觀光和伐木產業救出來 許多都富有傷病疏散彈何容易 就算隔天十月四號 已經撤離一百一十七頭大象 還有九頭困在園區 生死未捕 集群可以運載大象的船隻 就要趕忙回到園區安撫陪伴恐慌的大象 同樣受困的還有大約三十位外國志工 泰國政府也緊急投入救援 不放棄任何搶救寶貴性命的希望 靜新聞 王竹英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